凌晨三点多了 我小姨刚回来啊 看我如何让她长长记忆 小姨 这么早你去哪儿啊 你和谁打电话 你爹 我姥爷 啊 我去公司加个班 啊 现在公司都这么忙了吗 半夜三点多加班 哦 对 这些公司项目特别多了 所以我下忙 那小姨真是太辛苦了 你吃饭了吗 啊 没有啊 啊 那我给你煮碗面 你吃一口再去吧 不行 那太好了 啊 哎哎哎 小姨 我突然想起了家里没有面了 你还是出去吃吧 行了 我出去吃 哎 小姨 那你怎么去啊 要不我送你 不用 不用 哎 我送送你吧 不用 我自己去 你跟你姥爷好好聊啊 行 那小姨你慢走啊 这问题挺严重啊 是发动机故障引发的 得修发动机 这 那得多少钱呢 咋的得五万吧 这么贵 还是做4S店呢 哎 小姨 人都来了 你这样 我跟她看看 能赶紧价吗 我告诉你啊 这都散了 多了不休 行 你这么了 铁子 咱俩这人二十多年了 光屁股就在一起 你这么了 两万吧 行不行 两万吧 行吧 这就是你啊 好吧 这种不好都得赔点 怎么样 小姨 还得吃你啊 大白什么 嘿嘿 小姨 你这么难 你先上楼 我也跟她一起去修车 发疑她把铃铁换了怎么办 行 行 那我先回家了 行 小姨 拜拜 别了 走 今天八百场都不去 直接去一切的 走走走走 对不起